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疫情趋缓日本放宽边境的规定 开放留学生入境 带大学应用日语学系 是几几日本姐妹校来合作 帮助学生一员留学梦 大三学生张玉琪是选择到三口大学来留学 系上的学长姐推荐还有老师的推荐 然后基于学院日本有人 说三口大学是怎样的学校 只要他们都几页推荐说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是要进三口来读看看交换学 就是体验一下日本的留学生活跟大学生活 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就是希望能在日本学到更多的 交到更多的朋友 然后对日本方面还能更加进一步的强化 本校是那个三口大学的唯一驻台的办事处 所以他给我们的条件非常的优温 我们一年可以就是派 就是选拔15位的留学生到三口大学留学 那目前主要的就是一年或者是半年的这个短期交换留学 另外是大二学生佐力祥 他是选择到长期外国语大学来留学 我个人是很想要去日本 但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导致日本许多学校都没有开放的双联或者是交换留学 然后长期因为这一次 就是疫情稍微有缓比较缓一点点 所以长期开放了交换留学 因此我就去参加了 好的 我们学校现在和长期的交流呢 除了短期就是半年或者是一年的留学之外呢 也有双联学制 那就是只要在大业读两年 然后再到长期外国语大学读两年 就可以同时拿到两所学校的学位 所以是既划算又非常有效率的一种学位制度 双联学制的合作产2加2的模式 英制系学生大约就读两年 到日本研修两年 完成相关修业规定 就可以同时获得两所大学的毕业证书 大约人新闻留心校采访报道